民財委員 市長,昨天很難過的心情,兩架F-51的戰鬥機又失勢罹難 本席在這裡感覺非常遺憾,也不捨 所以我們是不是一起默哀三秒鐘來表示哀悼之意 講到這個飛機的實施的問題,國人都很關心,而且很擔心 我想請教一下,市長,F-51的戰機,它這個機領大概是幾年了 已經相當長的時間了 我們現在國內還有幾架F-51系列的戰鬥機 詳細的數字我沒有掌控,再跟你委員說明 好像美國這個系列的部分早就都停飛了 為什麼台灣還在飛呢 我們昨天這個情況到底是怎麼樣會請學者專家仔細詳查 但我們國家在整個情況會對於既有如果還在使用武器一定都維護最好的狀況 我們看到這個空軍的空難事件齁 去年前年齁直升機啊這個空難事件頻傳齁 就好像記得五十年前啊,那個戰爭那個時候啊 只要是空軍的這個飛官啊,一出門一上天空的時候 可能遺囑都寫好了 現在不是戰爭的時期啊 但是這些狀況一再的發生啊 是不是可以請院長啊 在安全可以的這個考量之下 是不是全部先停飛 整個全部大規模的檢查 看看有沒有這個必要 目前國安部都依專業的處理 現在他們會不會停飛 現在他們已經有進行 全部都停飛了 國安部都會依跨生事故 各該型機應該怎麼處理 國安部都有照專業處理 我們是覺得很懷疑啊 因為買機器都應該有保固啊 我們這個飛機是跟誰買的 相關的事情我請國安部正確的回答 希望說能痛定是痛啊 我們剛剛默哀過了 希望這是最後一次默哀 以後不要再發生這些空難 或者是說這個護狀 這個失事的這個情況 要穿緊螺絲 教育訓練也好 機器維修也好 或者是採購新的這個戰績也好 應該有一些很多的這個 全方位的思考跟一些替代的方案 在這裡要請院長多多關心 應該的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些經濟的議題 因為經濟的發展很重要 從去年大概股價上萬點以後 這個是本習一直主張 股市上萬點還給人民好生活 可是我們發現 即便現在股市已經上了一萬六千點了 可是我們發現 漲的都是那幾支啊 護國神山是台積電 漲的都是半導體 都是這些高科技股 一般的傳產的產業 這個都沒有漲到 這表示啊 國內的這個經濟的發展 感覺上是嚴重的失衡 你看看我們農業 現在農民也苦哈哈 種鳳梨的 種 蓮霧的 養石斑魚的 苦哈哈的 因為本習是來自彰化 我們家是在田尾啊 以前都是那個園藝啊 那個 樹農啊 只要跟沾岸農的來講啊 都是很辛苦的 那面對現在的發展 究竟我們未來的經濟重點 要擺在什麼地方 是不是可以請 院長 可以為我們整個 台灣未來經濟的發展 究竟要怎麼走 可以有一個方向出來 委員 這個鳳梨雖然受中國突襲式的這樣處理 但 全國 同胞跟我們 大量透漲外銷 現在的鳳梨的價格 還比去年前面好 那相關 台灣的農產品 我們農委會也一直在打開 外銷的通路 至於經濟的情形 如果以全世界整個來比 那麼去年 今年 我們的經濟情況 都不但是亞洲四小龍之首第一名 而且是全面 這已開發國家的第一名 所以 就整體經濟狀況 我們 整個來說 不但黃毅 世界第一 經濟的發展 成績也是最好 那 對於相關 我們應該再繼續努力 這個謝謝委員指教 謝謝 我們每個人都是知福喜福感恩 但是 最重要的是期盼說 那下一步怎麼走 比如說 香港 香港 因為他 反送中 等等 政治經濟地位 已經大不如前 香港的金融地位 也評比一直下滑 是不是 院長可以思考 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時刻 怎麼樣讓台灣 取代香港 取代新加坡 讓台灣成為 可長可久可大 成為亞太的營運中心 成為整個 大中華 的一個 經濟重症 是不是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委員你看 如果被中國 弄上 什麼一國一制 兩制 結果 香港 好好的動發民主 變成今天這樣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 台灣 你看 雖然在全世界疫情這麼嚴峻 台灣反而是最安定 我們政府 人民一起合作 不但鎖住疫情 而且經濟發展最好 所以 現在我們在台灣 我們對於整體經濟情況 尤其 香港發生事情 如委員所說 那 現在我們不但 吸納人才 而且歡迎 各種高端人才來 所以 這個去年一年 香港來的人 倍數幾乎是前年的 百分之百兩倍 所以 我們會依據相關法律規定 歡迎 不只是香港 世界人才 到台灣來 所以那個 那個人才 那個陳先生啊 他講 現在 在台灣 他 就像在矽谷一樣 在台北街頭 碰到 都是他矽谷的熟人 我看到很多的 優秀的台灣人 現在陸陸續回來 世界的人才也來 這個很好 我們很歡迎 現在投資也大量增加 所以弄了工人 現在晚而缺 那是不是這個 法規的部分可以鬆綁 讓一些金融機構好的人才 可以長期的住在台灣 我們把台灣的金融 這個大門打開 讓全世界的錢 都來台灣 財富管理也好 金融操作也好 或者是更多的 股市 上市 上規 讓更多的 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可以在台灣 24小時 服務全世界啊 現在不但台商回台 超過 一兆一千億 另外 外資也大量投資台灣 而台灣 公建 我們政府 設 投入的 這個預算 也大大增加 這個委員審查預算 應該都很清楚 那台灣 就這樣整個帶動起來 所以院長的未來目標 還是會朝著更開放 更自由化 更民主化的方向來進行 台灣不只是民主的程度 經濟的自由 都被世界著名的評比機構 都認為台灣 不但這個自由度大大提高 而且民內前茅 太棒了 我們一起努力啊 只要好的 大家共同來 往這個方向來邁進 院長聽說你已經打那個疫苗了 對 感覺怎麼樣 感覺沒事 沒事 沒感覺 他那個以前不是說 有的時候打疫苗 可能要休息兩天到三天 裡面沒有讓我休息 今天我在這裡站一天 所以我覺得 你如果真的不行 你就休息啊 我 我好好的沒有不行啊 OK喔 沒有 我們是要了解一下說 因為我還沒打嘛 那國人都在看說 打了以後 到底 你是不是要休息三天啊 還是怎麼樣 也沒有什麼相關的規定啊 沒有 這個 我從昨天打了以後 我 向國人同胞報告 這個 我們疫苗進口 經過 衛生物食藥署 詳細的檢查 所以相當一段時間 檢查安全以後 提出來 供給第一線醫護人員最先打 那這個 我也有在大院承諾過 我會率先 那我很誠意 也勇敢 率先 給國人同胞說 政府 進口疫苗 請安心 所以昨天不是只有我 率先施打 陳部長也率先施打 各 施打醫院的院長 也都率先施打 那國人同胞也都看 從昨天大家施打後 都沒事 請大家放心 也請給醫護人員 多支持 支持 多多鼓勵 那院長 你打完 所有的部長要不要打一下 這個 他們 這個要照順序 這個醫護人員先 不是說什麼 當什麼官先 不是這意思 那 照這個疫苗打的進度 因為大家很關心 很久沒出國了 很多的這個商務活動也都停止 那什麼時候會全部打完 那大家可以出國 現在也是這樣 這個出國不是台灣不安全 是要去的地方不安全 所以 你看 如果安全的 我們就泡泡旅遊 所以柏柳他沒有疫情 台灣又是安全 所以我們現在 4月1號 3月28號他的總統就要來 那4月1號還要坐我們的飛機 直接回到柏柳 這個就是泡泡來往 好幾個國家也都認為 因為台灣的防疫 成績很好 歡迎台灣去 國人同胞 也好久沒有出國 另外 在很多的國家 他雖然打疫苗打得很多 但 他們只祈求兩點 說我們已經打到一個程度了 我們現在希望能夠 開放圖書館 商店 可以 國人出入 第二 希望疫情降低 結果這兩點 台灣都早已經有 所以 台灣是安全的 我們打疫苗 那麼 要防止國境 因為你看 現在 發生的 確診的都是境外移入 不是台灣社區的 院長 現在要打兩次 對 你現在打一次 所以他有給我一張卡片 叫我下次再去 所以這種 什麼時候要打 他有定一個時間 要多喝開水 喝溫開水 對 那 因為我是這個 地方 選出來的 我要拜託院長 就是 這個 新店 安坑地區有一個水歸所 這油電水氣的關係 我們都很 很注意 他叫大台北防洪 水工模型試驗場域 就水利署的新店辦公室 大概五千多坪 那本席爭取的 這個 安坑捷運線 大概在一年多 就完工通車了 那個是 新和國小對面 第一站 那是不是可以 拜託院長 因為他那個已經 老舊設施 已經 很久的一個設施了 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 整個 遷移班重 那五千多坪 可以做一個好的規劃 比如說 提供年輕人來居住 或者是說 什麼 社會住宅等等 可以帶動地方的發展 因為捷運已經到了 捷運到哪裡 建設就應該到哪裡 這個是不是可以請 院長關心一下 這個部分 我們知道委員一直有在關心 這個我們 恐怕還要再跟相關的單位來商量了解 要了解多久 他搬了沒地方去 這個沒有辦法 有啦他跟那個台北市 是 國立台灣大學 農工學院附設 水工試驗所 那個地方 他們可以 可以在那個地方去做 你研究一下好不好 好 因為他那個真的是放很久了 是 那個 蘇院長應該可能比較清楚 因為當過縣長嘛 那個地很大 那空在那邊喔 這個時代在進步喔 環境也應該要改變一下 另外我再請教一下喔 院長 我們喔 油電水器最重要 去年 油付油價的時候 本習城 多次說 這個油那麼低要不要多買一點 不曉得政府有沒有買 我們都照需要 照那個流程 不是 最低價的時候 不過我們油價喔 大部分都是長約多啦 那那個長約都是有 既有的這個約的 這個規範 對啊你看 去年最便宜的時候 付油價 那個10點啊 你說多買一點的話 那不是對我們台灣的經濟發展 很有大的幫助 因為油電水器最重要喔 那個感覺上是 比較像金融的這個 的操作 謝謝 接著請莊瑞雄委員諮詢